一人杨成林向武到高雄来参加路跑活动 感冒他还是暴病在雨中跑完三公里路程 这民众看了是好感动大声帮他加油 杨成林呢今天也特别要帮小猪来说话 因为小猪罗志祥之前在演唱会嘴对嘴 跟妈妈来亲吻呢被批评了 而杨成林说 其实每个人跟家人相处方式不同 希望大家看淡这件事 三二一请起跑 杨成林高雄路跑 膝盖受伤的他以慢跑的方式 和歌迷合作完成接力赛 跑着跑着天空下起大雨 但杨成林没停下来 连雨衣都没穿 继续在雨中跑步 看到杨成林被淋成落汤机 却依然坚持跑完三公里 现场民众感动的大喊加油 因为杨成林感冒 抱病参加路跑 虽然跑得满脸通红 但他受访时 不忘为了饱受乱伦批评的好友 小猪说话 就好像我跟我妈妈讲电话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我是不是最近交男友了 那有些人是无法理解 就你怎么可能跟妈妈说 哎呀干嘛啦 有些人听到干嘛啦 天哪是一个大不孝耶 可是对我跟我妈之间来讲 干嘛啦 是一个很亲密的举动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跟自己家人 跟自己爱人 跟自己朋友 都有他自己的相处方式 原来小猪罗志祥 日前在台中演唱会上 嘴对嘴亲吻妈妈 引来周董粉丝批评是乱伦 身为好友的杨成林 替小猪说话 说每个人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不同 希望大家看待 另外他跑步跑得满脸通红 杨成林说是交感神经失调的 救急所引起的 要歌迷别替他担心 昨天新闻成果明报经营高雄报道